去年低温多晶系还有薄膜电晶体面板在行动装置的运用上头达到了37% 前景看好 Fran表示智慧型手机对高解析度节电的需求持续增加 再加上三星日前推出首款LTPS平板 宣示意味浓厚 目前友达已经将8.5代线导入了6代线LTPS的制程率先卡位后市可期